Hello 各位朋友 網友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欣賞今天這條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想說的想探討一下就是 真生活一位相當出名的YouTuber 最近和大家分享過的他的影片 有些朋友就會問我你又說真生活?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他是流量密碼 是價值的創造者 為我們其他YouTuber 創造價值 這個就叫做半講笑 的確說它是有價值 不過為何我特別想說最近推出的影片 就是因為首先我很喜歡看很多YouTuber 分享他們的見解和看法 因為我覺得如果對我有良好的影響 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話 我看完之後 消化完會加回我自己的分析 希望透過我的頻道和大家說一說 稍後我會出一條影片說一說蕭若元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這位燈神蕭若元先生 其實他出了很多影片 有很多我都覺得很有啟發性 他最近過來英國和英國本地的朋友 做一個網聚 我看過他分享過一段演講 我覺得真的很有啟發性 很有意義 對我來說有很多空間去思考 我稍後會出一段影片說一說關於蕭若元先生 是英國網聚所分享過的一段演講的內容 希望到時你也會看 不過今天說回主題就是 真心蕭最近推出的兩條影片 真心蕭若元先生有很多爭議性 因為很多朋友知道他二次移民 去完台灣去英國 然後英國突留了三個月 就極速回到香港 有些朋友就說 要不需要這麼急 你當初初衷為甚麼 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以前我看他的影片 對我來說也很有啟發性 很有正面的作用 到今時今日 我覺得他的言論內容 都是充滿正能量 所以我久不久都會繼續看他的影片 他回到香港之後 很多人最關注的就是 究竟甚麼原因回到香港 有些人說他先說他父母 繼而接下來就說他的子女 說他的太太 生活得不開心 不愉快等等 這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不太重要 反而是說 最初他回到香港之後 說了幾條影片 是關於他在香港 去過一些餐廳 看過一些香港的明星 讚一下 我覺得這些所謂唱好香港的元素 其實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就多餘了 因為 如果你是香港 即是土生土長、出生、成長的 好像我們那樣 其實香港有甚麼好 我們怎會不知道 坦白說 一定知道 所以我對於那部份的影片 就沒甚麼興趣 甚至我覺得他純粹是那段時間 沒甚麼題材 沒甚麼想法 找些東西拍下 拿些流量 好了 到最近這兩條影片就厲害了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真的很有討論的空間 想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這兩條影片 主要是說回英國生活的三個月裡面 一些關於找學校 以及他的兒子 他的小朋友 讀書的時候的一些經歷 這次他所表達出來的一個方式 是很特別的 有別於以往 他就是一個對談訪問的形式 他的授訪嘉賓 第一個就是他的兒子 即是大兒子 第二個就是他太太 兩位授訪嘉賓 都是背鏡的 不見樣的 出來的效果有趣 有些像我們以前看星期什麼檔案 或者是港台節目 例如很久以前看的警訊等等 類似的那些方式 很凝重的 很有社會話題 然後訪問一些嘉賓 就這些話題 訪問的時候嘉賓又不出樣子 所以通常要是打架子 沒死了 因為就是背鏡 用背鏡形式 出來的效果挺有趣 我覺得也挺新鮮的 不錯的 因為挺好的嘗試 最重要的就是他訪問的內容 首先第一條 訪問他兒子的時候 其實這條片 我覺得爭議性是比較大 我看完之後 其實想了很久 事前上後再看一次 因為他裏面 首先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很重要 就是說兒子大都很上學 首先這件事已經很敏感 大都很上學 你不要說英國 香港都會很敏感 甚至乎是英國 為甚麼甚至乎 因為英國其實 如果你大都上學的話 其實是相當之嚴重的一個issue 最近期 已經聽過一個個案 就是一位兒英的媽媽 她有個小朋友 回到學校的時候 真的戴了一把刀 被人欺凌的時候 她拿一把刀出來 就不是刺傷同學 而只是恐嚇一下 在同學面前 揮兩下刀 就叫她別再欺負我了 別再騷我了 結果 不但被這間學校expell了 不能夠繼續在這間學校讀書 甚至乎因為這個原因的底下 其實她已經再不能夠 在英國找到幾個學校 可以去入讀 早前嵩仔也有說過這個個案 嵩仔說得很好 因為實在沒有太多follow up 去說 亦都不知道現在事情發展到甚麼地步 所以都不能說太多了 只是知道大概事情的來龍去脈 之前早前我都看過 有關這件事的報導 那時候我都覺得是嚴重的 因為都關於我們自己香港人 切身的問題 而拿刀上學亦都是相當危險的 這次她的題目就是說兒子拿刀上學 已經是很敏感一件事 但坦白說兒子在讀書 即是讀了一個多月 已經這樣做了 聽聽內容為何拿刀上學 原來聽真一點 她說是大戒刀 但都是有問題的 大戒刀如果你的目標是保護自己的智慧 她說到兒子說學校其實是甚麼環境 一個相當之惡劣的環境 尤其是讀那一班 她說那一班是充滿了壞學生 有些校霸在那裏 溝女王 她用這些詞語就是這樣 她兒子就是校霸溝女王 壞學生等等 我覺得在對談的時候 聽她兒子 她表述的時候的態度 其實可能是典型的年輕人 典型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的態度 你會覺得 懷懷的感覺 如果我想像 那一刻我一直想像 如果我是這個兒子的爸爸 我這樣跟他聊天 其實我會覺得是很沒禮貌的對話 我覺得她說話很軸 亦是很有很飛仔的感覺 但當然 可能現在年輕人就是這樣 還未頂 因為我沒有這麼大的兒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聽下去 真心會跟她兒子聊天 有點像放在朋友之間聊天 而且她兒子的感覺 都有一些真心會的影子 你覺得她說話都很流暢 很爽 很有potential 做她爸爸的接班人 都未頂過 做另一個出色的Youtuber 不過 你聽到她們的對話之間 又會覺得 真心會好像不太了解自己兒子 因為我兒子也說過 當時我有和你提過 因為真心會覺得 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你帶刀上學的 她兒子說我有和你提過 不過你太忙了 你不知道而已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如果這件事 即兒子所表述的內容 不是假的 是真的事實的話 反映出兩父子的關係 都有點疏離 可能當時真心會在英國 真的很忙 所以沒有時間 跟兒子聊天 了解他兒子在學校的日常生活 都未頂了 所以聽得出的話 兒子發生了很多這些事 都是自己搞定 真心會聽完之後 他又感覺上不覺得他有問題 反而他好像挺贊成他帶刀上學 因為覺得危險 他主張的概念就是 你不想被人欺負 你就要有能力去保護自己 最好就是欺負別人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正路 但當然我覺得作為家長 作為父母 就不應該鼓吹自己的兒女這樣做 如果是這麼一點 你在學校被人欺凌 被人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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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怎樣做 正路一點的說法 除了你報告給老師聽的話 最好就是避開 避開不了的話 其實是否轉校這麼難呢 雖然我聽得出 他們說找一間學校是非常艱難的 對不對 可能這就是說地區的選擇 選擇一個最多香港人選擇的慢性 以及一個最艱難的時間 去嘗試入讀這間學校 的確可能是waiting list 比較長籠 所以轉校可能不是那麼簡單 但當然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子女身上的話 我相信如果老師幫不了你的話 真的要轉校 你可能寫封信給校長說一說 問題也要 我暫時讀不下去 因為裏面的同學們實在太危險了 都比你鼓勵的小朋友 帶些武器回學去做智慧 因為拿武器回學的話 你不只是保護自己 你傷害到其他人之外 對方會不會因為你拿刀 而遷路了 拿更加危險的武器去反擊你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絕對是不值得鼓勵的 但很可惜的是這個對談 我覺得真心活是很贊成他兒子這樣做的 這件事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雖然坦白說在這條影片下方的留言 我見到很多真心活的支持者 都是很多讚美的聲音 覺得他做得很好 一個很好的父親 我覺得這麽敏感的問題 可能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想法了 進一步他兒子在講到學校裏面所見到的其他同學的裝扮也好 行為舉止 和你碰拳 和你所謂做朋友 認識英雄、眾英雄等等 都描繪得有聲有色 非常有畫面 彷彿他真是真有其事 親歷其境 真是在當時發生這件事 是否呢 因為內容實在聽起來太誇張了 極度像監獄風雲或學校風雲的感覺 我不知道當中是否多多少少有幻想的情節 還是全部都是真有其事 如果所有東西都屬實的話 的確他的兒子又真是聰明世界的兒子 因為聽說 他的兒子一看到情況是這樣的話 不太擔心被欺凌或欺凌或欺凌 相反的就是說 他很快很容易跟校伯作為朋友 聽上去他都頗熱愛那裏的學校生活 內何 學校質素不太好 以及遇到其他生活的問題 他們就決定了要回流 這條片簡單來說 他的兒子作為受訪嘉賓 講講他遇到的學校風雲 他如何學校不可困交龍 成為圖學威龍 聽上去的確是故事性非常之強 相反,講講另外一條片 就是輪到他太太作為主人翁 講回學校的心路歷程 這條片聽上去正路很多 因為他太太所講的 在英國如何挑選一間學校 如何看她的評級,看報告 如何跟Council聯絡 去取得盡一部資料等等 這些都很正路 我相信很多遺英的港人 都會慢慢熟習了 只要這樣去做 逐步去找自己心儀的學校 當中有很多次 真心部都是稱讚他太太 這方面是專業 看人很聰明 以及很懂得去考慮 我心想 其實他太太所做的事 大部份媽媽 大部份家長都懂得做 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沒甚麼特別的 因為很多家長來英國之後 都知道要為小朋友 找一間自己心儀的學校 是需要做這些程序的 其實就不是很特別 他講到好像是很神級的 很忌驚四座 不過不要緊 聽得出她太太 都很擅長做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很奈何 她們說了一句很真心話 就是說有很多時候 你懂得選擇學校也好 在英國你選擇完之後 其實你都不代表你能夠讀的 對不對 始終要看看Council 給不給你讀 或者你所住的距離 還有剛好得那麼巧 有沒有位置 到最後她們選了一間 不是太好的學校給兒子讀 結果她兒子就在學校裡 遇上這個叫校壩了 總括而言這兩條片是說回她們在英國生活裡其中一段時光 一段叫找學校和讀書的時光 大家聽得出她在英國只短短三個月而已 其實這些經歷都相當驚心動拍的 當然我覺得出發點如果是向好的話 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們自己的經歷 她亦有重新說一句 這間學校不代表英國所有學校的 她深信 只不過是她們的經歷 她就分享這一段經歷 希望有些朋友可以借鑑 我想了,可以借甚麼鑑呢 絕對不會因為我聽完你這個兒子的經歷之後 如果我的小朋友在學校裡 都遇到欺凌的事件,遇到很多校壩的話 我都鼓勵她大把戒刀回她的智慧 我相信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可能反之就是建議一些準備想去移民英國 或者在想的朋友是不是要三思呢 英國學校讀書就是這麼危險的 以及這麼差劣的 所以你要三思 去到之後可能沒有書讀 可能會遇到校壩 可能會被欺凌 她的意思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的確是的 移民是一個很大的決定來的 要多一方面考量 所以這一段她所分享的一段往事 都的確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去想一想 好了,到最後說說少少我自己的見解 聽完之後坦白說 我覺得聽完之後裡面的成份不像是全真實 不過畢竟我都沒有遇過這間學校 我不敢說裡面是否很多是自己幻想的成份 我不敢這樣說的 只不過就是說 如果假設遇到一間這樣的學校的話 我都是那句的了 當然是建議盡快離開這間學校了 寧願一段時間,可能沒有書讀 你都要離開 要跟校長說 總好過就是期望你的小朋友 能夠在這間學校裡面 跟校壩作為朋友 變成了被欺凌 被Bully 的機會 Anyway 如果你是沒有看過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不妨去看看 真心母最近這兩條片 當中有些內容 其實值得去思考 但也有很多內容我覺得 就真的疑患似真 真真假假都分不出 好了,今天我所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甚麼看法 歡迎大家留言和我在這裡分享 也是那句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我們希望可以理性一點去討論 如果喜歡的朋友,給個like支持之餘 希望亦會follow給你認識的朋友 一起欣賞 希望你會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當然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亦希望你會願意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跟上鈴鐺小鈴鐺 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我們會繼續發放影片 希望分享我們一家人 在英國生活的點滴 以及我對於世界上的一些看法 希望在這裡可以和大家互動的交流 最理想 希望下次會再見到 欣賞我們的影片 好嗎? 多謝你收看,拜拜